古典神话和奇幻史诗题材混搭 再加上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势女主 失落迷城 群星的诅咒一公布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而在近期我也得以上手体验了游戏的试玩版 虽然就现阶段而言 DEMO的表现算不上出色 但我还是很乐意关注这场以古希腊及罗马帝国的神话 与传奇为灵感的奇幻冒险之旅 在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一位年轻的北风军团战士谢尔达 为了寻找失踪父亲和背后埋藏的秘密 谢尔达踏上了前往古老的诅咒之城亚福斯的旅途 亚福斯城因众人无节制的使用魔法遭到了众神的诅咒 不过谢尔达似乎也能驾驭这种魔法 至于这种能力的来源 游戏就没有详细的介绍 在游戏中 这片曾经繁荣的城邦现已沦陷 充满了各类野兽和怪物 玩家干掉敌人后 可以收集他们掉落的星辰 而在游戏开场完成一系列基本教程 和一段简短的追逐戏份后 玩家将到达一个叫做新之责的装置 作为游戏的检查点 在这里玩家可以恢复体力和魔法 但副作用是会复活所有敌人 当玩家被击败时 游戏会用紧急传送 将玩家传送到新之责当中 但实际体验下来 前面提到的内容 仅仅是儿童像泪魂游戏 所表现的噱头罢了 战斗时翻滚躲避很有效 而死亡后重生的代价 也仅仅是失去一小部分星辰而已 顺带一提游戏中的星辰 还可以用来购买和升级装备 除了最后的boss战 我在试玩过程中 基本碰不上被送回检查点的情况 在最高难度下 敌人的攻击强度提升得十分明显 像是普通敌人会追加新的攻击招式 boss战也会变得更加难打 但整体而言 游戏的难度依旧不算太难 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坏事 对于一个刚从爱尔登法环 走出尼姆格福的新人来说 我最不想说的是 游戏必须要有难度 才能让人喜欢之类的话语 失落迷城的战斗系统 简洁且充满乐趣 玩家可以装备两种魔法武器 除了基本的攻击招式外 每把武器具有独特的能力 例如剑和盾能让玩家抵挡来袭的攻击 从而打出硬直并进行反击 手镯能进行中近距离的魔法攻击 对近战类敌人颇有效果 而真正影响本游戏体验的问题 主要在于游戏的操作方面 虽然本质上算不了什么 但细究下来 游戏的部分操作设计相当笨拙 例如玩家想要跳跃 就不得不按住奔跑键 而当这两个动作还映射到同一个键位时 让流畅的操作变得棘手 在使用角色的某项技能时 玩家需要先展开菜单后 才能选用对应的技能 同样会打断正在进行中的战斗 随着流程的深入 这种不适感虽然得到了改善 但依旧让人感觉如梗在喉 说到技能 本作设计了种类繁多的技能供玩家使用 例如打出了更高的伤害 生成一个临时护盾 放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追踪敌人 并造成伤害的魔法风暴等等 在预告片中 游戏展示了更多复杂的技能动作 再加上游戏对攻击 体力和魔法属性的升级 天赋系统的加成 所有玩家都能在自己擅长的打法上 开拓出更适合自己的战术 不可否认 游戏整体上是有些粗糙 奇怪的人物动作 不同步的对话 还有经常崩溃的游戏 不过我还是很期待 失落迷城的完全形态 只希望制作组能提供自定义配置 让我设置一套合适的按键布局 还有就是继续改进 人物动作和完善故事 从而更好地搭配游戏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希腊加上罗马帝国神话 所产生的奇幻氛围非常吸引人 而上手轻松且富有深度的战斗系统 让我在游戏当中 持续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自己的战术 并最终磨练出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金国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